此影片是使用测试幅录制的 一切将以游戏内实装为准 当然兄弟们记得在正式幅 也使用我们的创作者代码 Hey Brother Hey兄弟 我是龚武发 我是布莱恩 今天就来到我们这一次 破坏突袭队的第一支突发影片 这期的影片主要就是跟兄弟们 分享一下一些道具的移除 还有我们的平衡性调整 没错了 讲到道具移除的话 莫过于就是我们的超级单位 重骰代币 还有一些钥匙的 这些所谓的道具 在游戏更新过后将会被移除的 而如果在游戏更新前 已经拥有这些木屏的玩家 官方将会补偿你一些金币 这些道具被移除的原因 也就是官方发现 超级单位的平衡性 无法满足所有玩家的需求 此外 钥匙跟重骰代币的使用率也非常低 基本上是一些金币比较多的玩家 才舍得使用这些道具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被移除过后 会有什么改变 第一个就看看我们的超级单位 超级单位如果兄弟们已经解锁了他 但是现在被移除过后 他将会变成皮肤 进入到你的这个背包里面 如果兄弟们累积下来 还有很多没有使用的超级单位 在游戏更新过后 将会以每一个超级单位 补偿1000个金币给兄弟们 而钥匙的方面 被移除过后 也是会补偿金币给兄弟们的 普通的钥匙 每一只将会补你500金币 那每个使使钥匙 将会补偿兄弟们800金币 来到合体钥匙的话 每个将会补偿1500金币给兄弟们 而骰子的话 每颗骰子 兄弟们将会获得300金币的补偿 最重要的就是 虽然骰子已经被移除了 但是兄弟们在游戏当中 骰子的功能将会保留的 它只是重新被命名为 叫做一个刷新的功能 每场战斗里面 每个玩家都可以免费使用3次 大家都可以免费快快乐乐的刷新它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也就是 幸运发现依然会保留的 但是它将会从你的角色之中 随机生产出一个合体单位 而不再是超级单位 而且有可能会更频繁的发生 这下我们就看到 宝箱加倍的部分 在游戏更新过后 加倍将不再只有2倍 而是会出现3倍或者4倍的奖励 哇 看起来十分吸盈 作为更吸盈的就是 它不再按照时间来计算的 而是依据场次的 也就是兄弟们不需要被时间追着跑 除了被时间追着跑之外 你还可以想一想 这场你要不要使用加倍 所以在游戏前 兄弟们必须要观察你的角色池 下一场会出现什么角色 再决定说你要不要打开这个宝箱加倍的功能 当进入到游戏过后 游戏内的显示也有所改变的 当我们在玩的时候 以往我们左边只会出现123名的排行榜 这样子我根本就不知道身为第6名的 我要怎样挤进第5名 更新过后游戏内就会显示你的上下加 这样子让你更容易的知道会不会被追上 或者怎样追上上一名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一次破坏 突击队的平衡性调整 首先被做出调整的角色 也就是母鸡 他召唤出来的小技 不再随着时间而失去生命值 因为这些小技本身都已经够脆落了 第二位就看到我们的野猪骑士 在这里他的涡轮跟超级涡轮争议就减少 这样子才可以跟其他的加速效果达成更平衡 那第三位被调整的英雄 也就是我们亲爱的屁儿 之前他就是显得十分的弱势 那经过这一波调整过后 围绕着逼儿的蜜蜂群呢 伤害将得到增强的哦 接下来就看到我们的逆塔 首先在小队的站位里面 他会占去后面一点 作为一个远程单位 他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嘛 再来他的熊龄重生速度也会变得更快的 如果你有超级熊龄的话 他的重生速度将会是更加快的 来到最后一位被调整的角色 也就是我们的寒冰法师 在这里他的伤害得到重新调整的哦 他的攻击对最先击中的目标 所造成的伤害就会比较小 但是最后面的目标伤害造成就得到增强的哦 这样就可以让他的攻击更有穿透力了 合体过的他的攻击将有所提高 为你的小队带来更高的伤害了 在这一次的平衡性调整中呢 我们对战中的一些农作物也得到一些调整的哦 以往来说呢 我们很喜欢用一些炸弹或者是一些法术之类的 去炸掉场地里面的胡萝卜或者是树的 那在游戏更新过后啊 如果兄弟们使用法术来摧毁这些农作物的话呢 得到的战利品啊 将会减少了 而在合体的部分啊也有所改动了哦 现在全部角色在合体之前的血量呢都会有所增加 主要的就是让他们在小制的时候呢 不那么容易的死掉 虽然角色在合体之前啊 他血量是被增强了 但是一旦这些小小的角色合体过后呢 所得到的血量争议啊将会减少 所以合体角色的生命值啊 在游戏更新前或者是更新后呢 都是大致相同的 而西友和此时级的英雄啊 他合体的时候啊 以前的伤害就会变得更多嘛 现在呢这个比例说放将会遭到调整啊 让他在合体之后呢 跟普通的英雄也差不多 这样的话呢 兄弟们啊就不会因为缺少一些西友或者此时的角色呢 被其他的人欺负啦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部影片呢 要跟兄弟们分享的一些资讯啊 那我们就下部突发影片再跟兄弟们见面啦 拜拜 已经完了啦 完了咯 你还想要看啊 对啦 我还想要再看啊 要怎么做呢 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 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 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